全民退休保障民捐调查 各位街坊朋友 我们今天民建联做了一个 全民退休保障民捐调查的一个报告 报告也发现 我们大多数人都支持全民退休保障 但是如果要它供款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不是那么原意 因为要自己给多了出来 所以我们都建议政府 不如在这个未有共识的时候 应该要推行一些优化强积金 和长折生活津贴的办法 就推行我们民捐联建议的 三级的一个养老金计划 希望大家都能够留意一下 我们的建议内容 我们民捐联全民退休保障 就是拍了短片 由短片里有一些问题 我们用民捐调查的形式 得出了一个结果 其实大部分的人 你问他退休之后 给一份的退休金 给你安享万年好不好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说好的 但是问题 如果当我们有几年问题 就问他了 你愿不愿意在你那个 强积金那里撥一份的供款 去这一笔的钱里面 有五成多的人 其实都是不愿意的 而不愿意的人 就是年纪较轻 或者入息较高 四万元以上的 反对的声音 还是达到六至七成的 所以我们也是没有一个既定的立场 就是希望大家社会大众 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如何推行这个全民退休保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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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